大家好我是熊蹦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公會討伐戰甘蔗海生淵第29階 這個破譯隊友打法 這個打法特別感謝公會成員陳氏 還有阿達達加以一起測試 真的測了非常久 再次感謝他們 這邊特別講一下幾個重點 甘草怪是會禁錮體力最高的角色 所以我們這邊查爾斯是會被禁錮住的 本部影片是要查爾斯被禁錮 所以我這邊的話是34萬3 狼人的話是34萬1 那如果玩家們狼人餅乾血量最高的話 那你的查爾斯這邊是要混一點體力配料 要保持著讓查爾斯被禁錮 這邊再三強調 那這邊快速來看一下其餘配料的部分還有魔法糖 狼人餅乾的話這邊至少魔法糖你要有加10 加10的話他會有所謂的這個 負傷比例的話提高到30% 那我自己目前的話加20是提高到35% 然後接著墨魚餅乾的話這邊魔法糖 就是盡量是要拉高啦 那拉高的話當然傷害會比較高 特別說明兩隻角色一定要有魔法糖 其他配料的話查爾斯這邊是完全攻擊的配料 負抗體力拉高這樣就OK了 狼人餅乾的話玩3攻2爆 重點的話冷卻建議是要有7%以上 其他就是要吃到抖篷的效果 馬卡龍餅乾的話這邊就是全冷卻配料 冷卻的話就是24.5%以上 墨魚餅乾的話也是玩3攻2爆 吃到抖篷的效果 但是狼人餅乾是要最高的 這樣子因為查爾斯放招的時候 墨魚餅乾的抖篷會被搶走 這邊特別講狼人一定要最高的 這棉花餅乾的話是完全冷卻配料 冷卻的話這邊盡量的話就是比馬卡龍再高一點點 其實基本上沒差啦 因為放招順序的話我們待會放招是棉花先放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相關的這個實戰影片吧 那個是芝士會先放在於大棉花 新鮮海 天安 全新鮮海 天安 咱們是蠻的 第610 攻略 第710 攻略 然后再攻击 素人物 花蓬 風 我來打燈 走進啦 公會討伐戰甘草懷生冤地29階 破譯隊伍的打法影片 就要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之後如果有更高階的配置會再做更新 因為我覺得相關隊伍的話 差不多29階應該是傷害承受的極限 那如果再高的話 應該隊伍稍微要換一下下 就是總傷害會稍微低一點點 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虹鳳 下部影片見 掰掰